嗨各位觀眾 現在呢 今天感覺好像沒有睡得很飽 今日的行程呢 是我們兩天一夜 我們要去台北 要拍攝啊 現在的話是十一點半 我預計啦是要花兩個小時 到台北那裡 我想要去挑戰一下 之前大家一直要我們去吃的乾麵 可是 現在這個時間點呢 我怕到了那個店面會 蠻尷尬的 只要路上一塞車那個店就關了 他兩點就直接關了 休息耶我老天兒啊 現在已經比預計的時間 大概晚 快要25分鐘出發了 還有一個原因是老爹有點生病 所以現在去看醫生 沒關係那我們就走幾步 試幾步了 後面還有等一下會有老爹 屆時的話再帶你們去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住宿的地方 其實還蠻漂亮的啦 我最喜歡住民宿了 因為我都沒看過 因為這個錢是我付啊 拜託 可是我也應該看一下他長什麼樣子啊 沒有沒有我付錢我最大 嗯 好我們先去找老爹吧 抱歉感冒了 沒關係啦我這個拉起來一點 我們乘客 這樣多少 有情無價啦 算你一百塊 你不要這樣你幹嘛 他黑人不是都放在肩膀嗎 你不是黑人嗎 等一下可能會很極見喔 等一下 只要有塞車 不是黑羽的問題 是我要去買的那家店兩點會關 好了各位 我們現在呢 人呢已經到了 台北 買了拍攝要用的東西 小豬呢跟老爹 他們先去上個廁所 邦尼則是在這裡 當吉祥物 我買的是吉祥物 對你是吉祥物 我們現在準備前往去黑羽的工作室 黑羽工作室過一段時間 不知道變得多亂欸 好好奇喔 看來是沒有廁所 好 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 帶你們找廁所 等一下如果我附近有那個什麼 等一下就直走出去左轉 是啊 妥妥啦 我真的開車變得很老司機了 你是小司機 小司機 好啦 我們去黑羽工作室吧 看看會不會鎖 喂 直達 黑羽在嗎 還沒下來 喔 那等一下打電話跟他講 因為我剛才有說我會過來 你看我就知道他一定還在樓上 Shit 45多久沒來這裡就有點窄了 當初這邊還蠻空曠的說 然後這後面經過改造 這一個景是蠻不錯的 欸 黑羽應該還沒吃東西吧 還沒欸 喔 沒關係 我那個可以給他吃 如果他吃得下去的話 OK 現在 已經是晚上的六點了 我們拍完片了 全部拍完了 雖然黑羽現在變胖了不少 但沒關係啦 他 他有說 他 會減肥 走一步是一步啊 對 我們從真實之書裡面得到的答案 不是 真實之書在哪裡 突然找不到啊 腿在架上 這東西真的很有趣耶 天啊 你們來問他一次 我想問一次 給我愛情那一本 為什麼 我不要人生 為什麼 我人生已經問夠多了 來 雪兔會在我25歲娶我嗎 稱讚一下對方吧 拜託 你很棒 你很棒 是我稱讚你 你很棒 OK 我們準備要去下一個階段了 我們來去姓爸家 這個東西真的很有趣 火炬綜藝性效果 然後本日呢 誕生出了兩個大師 都是我們神奇寶貝大師 只不過是不同領域的 屆時呢 可以再去黑魚的影片那邊看 黑魚這邊真的 可以再更少一點東西 火炬綜藝 越多越多了 那因為拍完乾麵 所以我們整個人挺不舒服的 超級 那個東西真的堪稱 毀滅型的物品 黑魚應該也是吃過 最恐怖的應該就那個乾麵了 我昨天覺得這個乾麵超可怕的 多可怕啊 你們看我們影片就會理解到 能通過那一些挑戰的人 都是王者 真的是乾麵阿嬤 我誠心 誠心的認為他們都很厲害 那沒關係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先去姓爸家吧 Let's go 我自己告訴我媽 然後她說媽媽我會 欸你把這個 那個給我眼睛 那個廣角鏡太矮了 可以的 佛陀 走了嗎 這一個鏡頭 會不會攜帶不方便 不會啊 那理性帶不方便 這個很OK的 這裡是姓爸家 超棒 這很寬 這邊有一隻非常兇的貓 這一隻 皮克斯 牠皮克斯 牠皮克斯 捉你 牠是尼哥貓 超兇的 碰牠都嫌可怕 不要再在意我現在頭牠這樣 因為剛剛忙完 沒有牠是達爾恩 弄下來了齁 弄下來了齁 然後我覺得姓的房間呢 是一個宅男的夢想之地 其實還滿不錯的 對 在這邊可以舒服的躺著 大的電視 讓你可以在那邊玩電腦 直接宅在這邊 超費 這邊剛好又有一個電腦可以讓你玩 上面有很多他自己所收藏的這些宅物 我現在有一堆收藏在衣櫃 有 我剛剛進去看到的時候 這是衣櫃喔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男生竟然會有衣櫃 但其實裡面的 你哪有漫畫櫃啦 很多漫畫在我朋友家 目前這裡裝不下 等我搬家吧 欸這個神奇寶貝太久了 好久喔 這很好看耶 這漫畫很好看 超久喔 我送牠的生日禮物 這不是牠的代表作嗎 為什麼有現在你在那把玩 這首歌真的 真的很棒 這邊還有櫃子來去做一些模型展示櫃 所以這邊人體上來講 就是一個很棒的玩物間 後面還有牠的婆 牠就是我了 從日本過來的婆 人的話 下次我就過來這邊住一個一晚了 好 牠可以啊 我最喜歡英雄一定要科普一下 我最喜歡快銀 牠不是死 喂 我認為快銀這個角色我還不怎麼喜歡 可是這一個人演的快銀我很喜歡 對 我覺得牠很帥耶 牠超帥 這邊是廁所 剛開始我還在想廁所在哪裡 應該在這裡 這個隱藏太好了啦 牠有掛一個棚在這裡 我最喜歡的是玉藻啊其實 天啊 這太香了吧 我每天出來都要聞一下 這裡好多瓶瓶罐罐喔 對 我一個男生沒有任何一個瓶瓶罐 你應該增加耶 對 我該去做一些保養啦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區塊 老實講 這邊老天睡這邊 超冷的 媽超冷好不好 超冷好不好 可是這邊如果是在夏天 或者是秋天的時候 對 來這邊喝茶 對 我很喜歡這種賢情異之的概念 好 我們等一下準備來去一下民宿了 這個民宿呢 這是一波三折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Airbnb 現在要多了認證系統 而且呢 非中國的身份證 你認證還需要 多一個手續 你要用護照 我們住的民宿呢 有一點點的小事情 屆時到那邊再跟你們講一下 好 我們現在準備前往過去吧 右轉到底 女的住大樓最怕那個 這個就是了 這個 它出門 不好意思喔 這個要怎麼開燈啊 摸的啦 我剛剛摸的 喔 真的耶 好神奇喔 這個當中 這是有二樓的 這裡還有一間房間 咦 這麼大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房間喔 浴室 這間房間是在這邊 在浴室的側邊 燈呢 我對這一間其實沒什麼任何意見 就是它的那個燈做的 喔 在那邊啦 會不會太遠了一點 我看二樓 二樓比較 這個滿不錯的 我覺得這裡也很OK 接受接受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小衣櫃 這整體的空間上面來講 其實還算滿不錯的 滿不賴 來 你要睡著吧 我不喜歡這裡面的空間 我喜歡上面跟下面的空間其實都算滿可以的 裡面的床位 有股被囚禁的感受 你給我去睡地下室 哈利波特的房間 哈利波特的房間更慘吧 對… 這裡是什麼 陽台喔 還有拖鞋耶 這是窗戶嗎 沒有 這裡沒有窗戶 這是窗戶嗎 這樣感覺下去還滿不賴的耶 老實講 這裡整個房間的格局 還算滿OK的 目前這樣看下來呢 整體的房間 在這裡它可以睡滿多人的 然後很多人第一次進來最不懂的就是它的燈 這個是觸控的 這一定要了解到 廚房的話就是比較簡約 一個小爐 一個大爐 然後有副抽風 不會像是一些套房啊 其實它儘管有廚房 但是它沒有一個完善的抽風系統 你還是不會想要煮東西 它的水是乾… 是乾淨的可以直接飲用 這個 這是可以直接飲用的 然後這個不行 這是洗手的 房東還特意 給了很多在這裡的 可能需要旅遊的資訊都放在上面 房東最討厭的就是 來這裡開趴吸毒 所以你只要不是來開趴吸毒 我相信房東是非常的歡迎大家來這邊去住宿的 我們不需要這些啦 我們是台灣人 台灣人又未必懂 你在講什麼 這床好棒喔 但沒有說很軟 就是彈彈的 那Q跟彈是一樣的意思啊 棉被呢 材質摸起來還算是 尚可接受 然後算輕的 不會嫌太重 就我比較喜歡這一種的棉被材質 因為有一些住宿的 它的棉被會用很輕 我很討厭睡很輕的棉被 嗯 而且會很冷 涼涼的 不是 冷就算了 我會很沒有重量感 沒有安全感 我被一個無形的東西罩著會怕怕的 如果是外國朋友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穿 他這裡有提供蠻多外國的住戶來住 對 他其實還有一個條件就是非本地戶 不能住 不能來入住 所以我們是透過信 對 我們是透過關係來入住 所以入住這裡要取個英文名 所以我們就像 原來你是外國人 上面附幾個大浴巾 OK 那是方向計吧 對 那是方向計 吹風機 冰箱 裡面沒有東西 給你一些些的杯子 超級乾淨耶 真的是超級乾淨又整潔耶 10分的話我給他7點6分吧 這是現在的時間嗎 1點26 應該是正確啦 對 我們入住的時間有點晚 是因為我們去信家那邊 玩就是討論一些事情 沒有 一聊就聊到很晚了 好 可以開始來討論一下 明天要先看大象呢 先看獅子 其實我沒什麼興趣你知道嗎 我不想用 老師 還說ëün 我會是不想要你 你會有蝶子 你會有蝶子嗎 你會有蝶子嗎 你寫得很快 他那個筆記百分之百 請你 頭髮好炸啊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到對方的時間了 可是 還是蠻想繼續睡的啦 但沒辦法 邦尼是睡不棍的一個床 超級睡不棍 沒有 我覺得這個枕頭真的不行 後面有墊一個靠 就是把靠的 這個小枕頭拿過去 就是很早 最後心想起來了 我巴不得趕快起來 乾脆別睡了 8點的時候就起床 我想說你這個新那布的 沒有 我8點的時候 你知道 怎麼起來 我聽到樓上的那個鬧鐘響 然後我就直接 嗯 好吧 就起來吧 我就想說 奇怪 反正這床那麼難睡 我也蠻蠻的湯 奇怪 樓上的鬧鐘剛剛我毛似 不是 八點耶 大姐 你醒個毛啊 我覺得還可以啦 就是一人而一 有沒有枕頭 對我來說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邦尼來說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這個房間 這個空間呢 如果是上午的話 我認為是一個很棒 這個房間的話 晚上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還好 就很不會想要來這邊睡著 可是如果是在白天的話 環境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我們在這裡入住 有一個非常大的缺點 真的最大的缺點 大概就是在這邊了 就是它的浴室 它的浴室是 可能對邦尼來說 枕頭才是 可是對我們來講 浴室真的是缺點最重的地方 可以回顧一下 我們上一個畫面 浴室它的大小呢 我原本我是171公分 但它距離 天花板就只有差那麼一些些的距離 所以 如果是180公分的人 在裡面洗澡的話 沒準 它應該是要這樣低著頭洗 而且一定是頂到的 它在裡面呢 有附贈墨浴乳 洗髮乳 跟潤髮乳 這三個呢 都是有牌子的 所以你可以不用擔心說 喔 這是一個不明的品牌 你不知道用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用下去呢 到底是對頭髮好的還是不好 你就只會又被打 你知道嗎 阿妮 這個是 假的還是真的 我覺得洗澡應該對來講 是最痛楚的 我剛剛我昨天洗澡超壓迫 我很笑 但是洗要吐 還不錯 但是壓迫感也太強了 因為 你其實你仔細 你仔細拍就可以拍出 我們很容易裝到天花板 包括落下 落下的浴室 因為浴室太明顯 嗯 我覺得我可以碰到天花板 你墊腳 我已經墊腳了 那我就不行 那絕對不行 這個是沒墊腳 我墊腳可以碰不到 真的 老爹一站起來沒出去就撞頭 採光是這個房間裡面的 唯一大優點 然後 對啊 頭要這塊 這樣是要很不舒服 壓迫感很強啊 對 真的 這房間的缺點啊 結論 在這裡的話 以10分的住宿來講 我會 修正給他到7點2分 環境我會給比較高分 8分 因為比較整潔 而且 具有設計感 比較扣分的一些呢 就如同老爹所說的 這邊就說再見了 關燈 對 要這樣 最後的笑臉 see you 在這二四十三個月 這二十五個月 既然 我再給你 巴桓 打 在這二十六個月 這九個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